这根梨树枝条是去年架接出来的 今年已经结果 所采用的架接方法就是钻孔架接 教程如下 结穗是去年冬修剪下来的枝条 且带有三四个芽将结穗底端剪去 挑选的结穗直径是和钻头相差不大 这样架接基本可以成活 装好钻头 在针目侧边按照45度脚往下钻 梨树采用钻孔架接最佳时间是4月5月 秋季8月9月 因为春季4、5月梨树体内的营养向上流动 架接后能够促进植株之叶快速生长 秋季梨树体内的营养向下流动 架接后梨树能够迅速储存养分 而且这两个季节梨树的形成层最活跃 架接的话其成活率最高 钻孔架接的结穗 一般长度15至20厘米左右为宜 枝条上带有2至3个饱满的叶芽 结穗的削面长度和钻孔的深度要相差不大 结穗底端韧皮削除 保留一部分形成层 削成圆锥形 钻孔架接不仅适合梨树 对于其他果树也是适合 比如苹果树 杏树 李子树 桃树 核桃树 荔枝树 龙眼树 葡萄等 基本上90%以上大针木果树都适合 孔里的木屑要全部取出 可以灌水将木屑推出 结穗修剪好后就可以插入孔中 架接石井量将结穗插牢插紧 增加针木与结穗的形成层贴石 结穗露出部分可以剪去 防止包扎时刺穿薄膜 结穗固定好后就可以封缠薄膜 钻孔架接适合大针木架接 所选的针木直径一般要3厘米以上 钛绍的一般是采用披接或切接法 为了让针碎形成层牢固结碎 封缠时在外还要加缠一层 结碎和针木露出的交叉口 可以用石辣或橡皮泥封好 再加一层架接膜 防止雨水进入 影响架接口的愈合 一个月后 枝条上已经长出新梢 生长良好 建议不要过早拆膜 因为针木较大 薄膜对树干的生长影响不大 一年后 架接的枝条上已经开始结果 钻孔架接的缺点 一是需要技术性操作 二是结碎和钻头直径大小要相当 三是温度和湿度 都会影响一只伤口的愈合 管理比较麻烦 钻孔的架接的好处 一是结碎生长得更快 二是易于管理 三是开花结果枣 四是可以拯救生病的植物 特别是一些老树 可以让它重唤青春 开花结果 五是在针木上架接点选择范围广 六是架接愈合时间短 最快只要二十天左右接口 就可以愈合 七是对于树皮很厚的大树 古树和盆景树桩很难操作 而用钻孔法不仅便于操作 且成活后枝条生长旺盛 可延长树体寿命 起到更新古树的作用 今天就分享到这 喜欢就点个赞 我们下期见